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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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子 久醒了 玉盈死罪 起來吧 ええ 九命 治死亦凡 那我会传授他心法 让九命的效用更好一些 是 让他再发挥点作用吧 你再帮我把她的心摘回来 奉听竹苑之令 请婉妹姑娘到彼岸殿接受任务 你再帮我把她的心摘回来 宅兴楼乱娘 天佑十二年六月 祖 宅兴楼位于京城外雍越湖旁 据江湖传言 宅兴楼不仅仅是做酒楼 更是当朝太傅月清牙的情报组织 而阮娘便是这摘姓楼的楼主 也是月清牙最为信任的女人 这次 我与媚主子伴做夫妻 自南方常乐而来 往京城去 途中慕名到摘姓楼暂住 伺机打探阮娘的行踪 这位夫人您是打家人啊还是住店呢 住店 这样吧 夫人 我来给您介绍介绍我们小店 包您满意 您这边请 来 请请请 我们这个酒店客房啊 一共是分八层 一层一个模样 当然了 层越高呢 价钱也就越贵 敢问夫人您住几层啊 第九层 多少钱 夫人 我们九层 向来是不住客的 价钱好说 不够的话还可以再加 真是不好意思 掌柜的 规矩都是人定的 可以根据价钱改变的吗 反正我有的是钱 我要东边那间 真的是不行啊 那就西边那间 那就更不行了 夫人 为什么不行啊 你这店还想不想开了 娘子莫生气 莫生气 你若是气坏了为富贵心疼呢 夫人 实际上呢 这规矩也都是我们老板娘定的 就别为难小的 不行 我就要住第九层 娘子 我来跟她说 八层怎么样 八层好啊 什么 谁让你乱说话的 我在家怎么教你的 夫 夫人啊 我在八层 给您安排最好的银壶套房 这房间里铺的 可都是上好的银壶皮啊 最配您这样的绝世美人哪 再送您一壶玫瑰花茶 那花啊 可是今儿早上现摘的 清香宜人哪 您看怎么样啊 夫人 以这店规矩不行 掌柜的倒是挺有眼力的 您夸家 行吧 八层就八层 正好我可以躺在银壶皮上 看星星 倒也是挺美的 得嘞 小二 马上送两位贵宾 上八层的银壶套房 好嘞 听掌柜的意思 阮娘应该住在九层靠西那间 东边不行 西边更不行 这话很明显了 公子说 阮娘那里藏着血连轿的分舵图 让我找出来带给他 我打听过 摘星楼九层 确实不对外劫客 偶尔有人来 都是阮娘亲自端茶送水 任何人不许上去 我们很难寻到机会 这几乎是个孤塔 屋顶没法走 这窗外的过道 日夜有人巡逻 爬上去也不容易 楼里有高手吗 有 而且不少 在我们进楼之前 那些牵马的 迎客的 各个身上都有武功 走 守得这么死 看来这是个死局啊 属子前面的每一次任务 乍看 都是死局 也对 那我们就按掌柜说的 在我们想出对策之前 等着日落月出 赏心开月吧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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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